记者丁伟杰家事报道,嘉义市张图醒哲26日晚间主持映像蓝坛党土墙景观改善工程落成典礼后,离开时目睹一位参加活动的67岁张姓富人过马路时,突然遭机车撞上,图随即上前救护,并在救护车抵达后,请在场的区长,李长协助陪同就医,张富引炉内出血等伤势严重, 经医院四天抢救,仍不幸于昨天往生,检警金香宴,家属对死因无意见,至于车祸原因待调查厘清,图醒哲竞选总部副总干事黄家光说,图市长获悉张富不幸往生消息后,甚感不舍,江泽七前往丧家致哀,并请市府相关单位协助后续事宜 警方调查,事发于26日晚间6点25分,张富在蓝潭DC社区大楼小雅路由东往西过马路,与其机车沿小雅路北向南行驶的无姓大学生发生擦撞车祸,张富当场倒得不起,送医后引炉内出血,胸腹部挫伤等伤势严重,经医院抢救四天仍宣告不治 这些仍宣告不治